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发生了两个大新闻 第一个大新闻是美国川普总统再次发布总统声明 计划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追加10%的关税 第二个大新闻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今天突然第三次发问中国 所以有人说今天的新闻要比世界杯的足球赛更加精彩 我们先说第一条新闻 就是川普再次发布总统声明 宣布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再一次追加关税 其实这一次川普的这个2000亿美元的加税的计划 并不是完全让人感到意外 因为川普他在上一次就是6月15日 那个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税的 他的总统声明当中 已经明确警告美国他将会有一个反报复的措施 川普在6月15日的总统声明的结尾他这样说 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措施 例如对美国货物服务或者农产品加收新关税 或对美国出口商以及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采取惩罚行动 美国将谋求额外的关税 这个就是说川普已经对北京发出警告 说你们如果要对我们加关税进行报复的话 他就要进行一个额外他再次追加的关税 但是面对川普的这个警告啊 北京是根本没有当一回事的 他们认为川普这就是吓唬人的东西嘛 说说而已 所以呢 当时美金是马上就宣布 他也要对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增加同等规模的关税 那么为什么北京对川普的警告是不当一回事呢 这就是北京的智囊团啊 他总是用过去的老经验来看待今天的新问题 我们这个世界是变幻莫测的 昨天的经验到了今天呢就要过时了 所以如果你用过去的老经验来推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是一种比较低级的错误了 可是北京的智囊团 他们总是固守昨天那个老经验 他们就固执的认为 美国不敢和中国对抗 只要中国如果强硬 美国是必然要认怂的 中国的智囊团他们就振振有词的说啊 只要美国总统他到了悬崖边上 他肯定会勒马的 你们看过去几十年的经验不都是这样吗 过去几十年经验或许是这样 但是呢过去几十年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不等于未来就不会发生嘛 过去几十年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出现对抗的关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中美两国之间也不会对抗 或者说中美两国就永远不会搞对抗了 因此呢当川普宣布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追加关税的时候 北京可以说是大惊失色 因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嘛 那么按照北京方面的预测 那川普到了悬崖他就应该是要勒满了嘛 为什么川普到了悬崖边上他居然不勒满 一直往下冲呢 在这个时候啊北京就只能认为 大概是川普吃了疯牛肉 他疯了失去理智了 所以这次中国商业部发言人对川普再次加税这件事 他做出这样的回应 商业部的发言人说 如果美方失去理性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 做出强有力反制 首先啊 从北京嘴里说出来 如果美国失去理性 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中国和美国打贸易战 那是中国才失去的理智嘛 因为中美的实力是相差很远的 中国你要想打赢贸易战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嘛 如果是在美国手下留情的情况下 中国可能还会留一个面子 如果美国是下手不留情 那么对中国来一个什么高科技全面禁运 那中国经济就要回到史前时代了 因此作为一个第三者 如果你要听到北京商务部说 是美国失去理智 大家会感到很惊诧 那到底是谁失去的理智呢 可以说这次川普是真的下狠手了 他一出手就是2000亿嘛 就是超出了中国的底线 因为如果是北京他要报复的底线呢 他就是这个2000亿的话 他肯定是报复不了的 过去北京他总是深深 中国将对美国进行一个对等的 同等规模的 同等力度的一个强力环机 那么美国加多少税 我们就跟多少 但问题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 他不过是1300多亿美元 所以说呢 北京对美国这个加税的反制 他最多封顶也就是到1300亿美元了嘛 你不可能超过这个数额了嘛 可是这一次呢 川普一共他要加2500亿美元的税了 那么中国方面他就已经没有办法来跟了 所以说呢 已经是中国不可能对美国来进行一个对等的报复了 他在面子上啊都没有办法来摆平了 好在这个汉语叫做博大精深呢 忽悠人的词汇是特别的丰富 这一次啊 北京又创造了一个新说法 他叫做中国将对美国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 这个说法这剩下人有点好像笑翻了嘛 因为你钱又不是商品 钱只讲数量不讲质量 你不能说你的100美元比我的100美元质量更高 退一万步说 假如说中国对美国的高质量的商品征税的话 你还勉强还可以说你是一个高质量的征税嘛 如果是中国你说对美国的最先进的半导体芯片征税 你还算我们是来一个高质量的这个征税的报复 可是现在呢 中国对美国的大豆啊猪肉之类的征税 你根本谈不上什么高质量的商品嘛 因为美国的大豆质量其实也不比中国大豆质量更高 只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大大豆啊 比美国的大豆价格高 所以大家买美国的这个便宜货而已嘛 所以你现在对美国的大豆征税 你说是我们来一个高质量的征税 那就是太搞笑了 如果是两个人吵架 那旁观者啊 他就会看谁讲道理 谁不讲道理 大家都会同意和支持那个讲道理的人 那么对于这次中美贸易战 旁观的地下者 他也会判断 到底是谁讲道理 谁不讲道理 那么我们就是看看呢 这一次川普他发表了这个声明啊 他是怎么说的 川普在6月19日的这个总统声明中 他开头这样说 我在星期五宣布了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计划 支出这些关税是为了促使中国改变不公平贸易的做法 这些关税也是使美中贸易关系走向平衡的初步措施 然而不幸的是 中国决定对50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 看来中国无意改变不公平贸易的做法 而是威胁没有任何过错的美国公司工人和农民 川普他在这里他就说明啊 就是他对500亿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目的 就是要促使中国改变不公平贸易的做法 就是要补偿中美贸易的那个不平衡的部分 可是呢 中国啊不但没有改变就是这个不公平贸易的意思 反而他反过来要对这些美国没有过错的公司和农民要加税 因此啊 川普在他总统声明中啊就继续说 中国的这一最新行动明确显示 他决心把美国置于永久的不公平劣势 这是不可接受的 必须采用进一步行动来促使中国改变不公平贸易的做法 对美国货物开放市场 因此我今天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制定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清单 加征10%的关税 如果中国再一次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 作为回应我们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所以这里啊川普他就已经明确表示就是中国对美国那个500亿美元的这种反制行为 或者报复行为啊 美国是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呢川普就指示呢 他再要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升10%的税 这就是美国对中国要来一个反报复了 而且川普还进一步明言 如果说你中国再来一个就是再进一步对美国商品再加税的话 那么美国也将再来一个进一步的反报复 就是要再对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来加税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美国对中国商品加税的总额还将达到4500亿美元 也就是说啊 中美贸易基本上就清零了嘛 北京啊 他曾经很强硬的宣称 说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打贸易战 不怕中美贸易清零 既然北京不怕 那么川普啊 也就是这个做法 等于说让北京来如愿以偿 让中美贸易清零 满足北京的要求嘛 那么北京是真的不怕中美贸易来清零吗 至少呢 这一次北京商务部的声明中啊 他没有再敢提到这个贸易战清零的说法了 因为如果真的是中美贸易清零的话 那么美国他将减少 三千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中国也将失去三千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那肯定是美国完胜嘛 川普在总统声明中最后说 我和习主席的关系非常好 我们将继续在许多问题上合作 但是美国绝不能在贸易上 继续在被中国和其他国家占便宜了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必须要比现在公平的多 我们将继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 为所有美国人打造出更好更公平的贸易体系 川普他在这个声明中最后说是还是提到了他和习近平的友谊 算是给习近平最后留一个面子 但是川普他也很坚决态度的表明 就是美国绝不能在贸易上继续被中国占便宜了 也就是说美国在贸易问题上 他是绝不会让步的 可以说川普这一次的总统声明 虽然说给北京留着面子 但是也是给北京极大的压力 或者说川普这个总统声明就是在警告北京 你现在投降还可以给你们留个面子 那将来就不好说了 那么北京方面他怎么来对付美国这个贸易战呢 北京从来没有拿出了一个正面的对应的办法 他除了对美国加税他也来跟之外 也没有拿出什么其他办法 现在美国已经打出了两千亿美元的加税的牌了 中国你想继续跟都跟不起了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北京他就想玩一个叫做文攻无畏的办法 来吓唬美国人了 前天习近平又视察核潜艇 也就是暗示美国人 中国可是有核武器的国家 你们能惹得起吗 昨天解放军中央军委又发出通知 要实施什么红色基因 这也就是暗示 解放军过去在抗美援朝的时候 他可是敢和美国打仗的 难道你们美国不怕打仗吗 不过北京这个文攻无畏的这两招 他并没有下注川普 川普是照样打出了这个两千亿美元的大罚单了 于是习近平又拿出一个叫做杀手锏 他叫来北朝鲜的金正恩 也就是中国是要公开打朝鲜牌了 今天也就是6月19日 金正恩是突然第三次访问中国 又引起了各界的震惊 因为金正恩在三个月之内连续三次访问中国 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 那么这一次是金正恩自己主动要来访华呢 还是被习近平叫来 金正恩是不敢不来呢 现在看来金正恩是被习近平叫来 他不敢不来的可能性更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这一次金正恩在北京发表的讲话 金正恩这样说 非常高兴时隔不久再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 中国是我们伟大的友好邻邦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是我们非常尊敬和信赖的伟大人 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和中国党政府人民 一直以来对我本人和朝鲜党政府人民的 真挚友好情义与宝贵知识 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是 前两次金正恩来中国访问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尊称习近平是伟大领导人 因为金正恩他也是很自傲的人 他自认为自己是和习近平平起平坐的伟大领导人了 所以这一次金正恩尊称习近平是伟大领导人 可是习近平并没有回敬金正恩 他没有也说金正恩是伟大领导人 这样一来金正恩就在习近平面前矮了一截 他就有一个服软认怂的味道了 那么为什么金正恩突然他要对习近平服软认怂呢 大概这也是习近平威胁他要对朝鲜下狠手 金正恩他就不敢不来服软认怂了 因为朝鲜在经济上他是完全依赖中国的 如果中国真的是下狠手 完全断绝对朝鲜的援助 那么朝鲜经济恐怕几个月都维持不了 所以如果习近平对金正恩发出威胁 说你要是敢不来北京朝外的话 我就完全断你的粮 在这样的情况下金正恩他也就不敢不来北京朝外的 金正恩就来北京自贬身份 他说习近平是伟大领导人 他避免北京对北朝鲜断粮的这么一个危机了 其实北京早就可以对北朝鲜发出这么断粮的威胁了 那么美国其实也一直期待中国用断粮来逼迫金正恩放弃核武器 可是过去北京是一直不愿意这么做 那是因为北京认为朝鲜有利用价值 他搞垮朝鲜政权对自己也不利 所以他还可以用朝鲜牌来跟美国做交易 可是现在的情况又完全不一样了 金正恩已经跟美国直接联系上了 北京已经没有办法再用朝鲜牌来跟美国进行交易了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北京来说 金正恩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所以他也就真的敢对金正恩下狠手 就是对朝鲜断粮要搞垮金正恩的政权 金正恩他过去敢对北京那么强硬 敢大大咧咧的 他也是吃准了自己对北京是有利用价值的 北京不会真的对自己下狠手 可是这一次金正恩他明白了 他跟川普会谈之后 那么他对北京就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北京这次真的会对他来下狠手的 目前美国和韩国的经济援助还是没有到位的 所以北朝鲜在经济上他还是离不开北京的 因此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金正恩他也是个聪明人了 他来北京对习近平朝拜一下 服软认怂一下 韩一汉万岁 那么换取北京继续对朝鲜进行援助 这个事情还是必要的 如果说将来金正恩他得到了美国和韩国的经济援助 那情况可能会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金正恩这一次到北京来对习近平 韩伟大领导人 他心里肯定有一万个不愿意 金正恩从来都是自视甚高 他认为自己都可以和川普平起平坐 川普都是很给他面子的 可是习近平这一次可以说完全不给他面子了 因为在全世界看来 就是包括朝鲜本国人民看来 金正恩这个第三次到北京来访问 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假如说金正恩他要向习近平通报 这个川纪会的情况 他完全可以通过电话什么方式 他就可以通过在电话里面讲 他不必亲自跑到北京来通报 或者金正恩他也可以派他的副手到北京来通报 这样才能表示出他跟习近平的身份 是一个平起平坐的 是平等的 如果是金正恩亲自跑到北京来通报情况 那岂不是通报了 那就是向习近平汇报了 那么金正恩的身份就明显 他要比习近平矮一些了 所以说这次习近平是故意不给金正恩面子 故意就是让全世界看我才是金正恩真正的主人 这次金正恩他也觉得自尊心是大大受到伤害了 他嘴上对习近平喊问 所以心里头还不知道该怎么想 当然了 金正恩他也是一个聪明人 他叫不吃眼前亏 那么现在虽然说他对习近平喊万岁 将来是怎么样 那真不好说 反正不管怎么说 习近平伤了金正恩的自尊心 这个仇是接下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出来 习近平这次把金正恩叫到北京来 等于是公开警告川普 如果你要再来一个什么加税的话 我就要公开插手朝鲜问题 就要让你在朝鲜问题上搞不下去 逼川普在贸易战场让步 那么习近平公开打这个朝鲜牌 能够逼川普在贸易战场让步吗 其实只要朝鲜不重新开始搞核试验 不重新开始什么试射导弹 那么即使朝鲜他把这个销毁核武器的事情 拖下去不办 那也是美国的胜利 除非朝鲜宣布他重新开始核试验 重新开始搞什么试射导弹 因为你即使金正恩继续偷偷的搞核武器 他不敢公开拿出来搞 这就是川普赢了 至少他吓住金正恩 他不敢公开的来搞 不敢公开的来对美国来进行核武器的威胁和叫嚣了 因此只要在北朝鲜他不敢重新公开搞核武器的情况下 即使朝鲜和中国你走到一起搞什么友好 在外交上搞一个什么抱团取暖 那么川普其实也没什么可怕 而且金正恩其实也是很狡猾的 他在中美贸易战方面是一声不吭 他没有发表任何支持中国在贸易战上的态度 所以金正恩他也是不想得罪美国 他不想在外交上和中国捆绑在一起 那么金正恩这一次来 他肯定要对北京提出一些经济援助的要求 如果习近平给金正恩来一个大撒币 给朝鲜大量的经济援助 你不但会伤到美国的经济 反而会伤到中国自己的经济 那川普就更不怕你搞这个了 现在川普唯一怕的事情 就是北京公开支持金正恩重新搞核武器 不过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北京就是跟全世界为敌了 料想习近平也不会敢这么做的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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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